我们讲作为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从俄罗斯引进的先进战舰 现代籍一直凭借其强大的防空反舰能力 让西方颇为忌惮 甚至一度被称为航母杀手 而在最近曝光的一些照片当中 我们却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些变化 那就是现代籍的身上那些 曾经让西方文之色变的先进武器装备 全都不见了 随着而来的是现代籍驱逐舰 将会和咱们国家的中华神盾舰052D 株连璧核的消息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大变身 能否让老现代籍一跃成为一个神盾现代呢 今日一批神秘的驱逐舰改装照片 在我国各大军事论坛上广为流传 迅速引起了外界对该型舰艇的好奇 尽管照片只是一些局部特写 但仍然很快就有人认出 这艘正在面临大变身的舰艇 正是我国从俄罗斯引进的 现代籍驱逐舰136号杭州舰 然而令外界颇为惊奇的是 在这款中国海军列装的首艘现代籍驱逐舰上 竟没有了昔日航母杀手 日制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影子 据了解 这款装备是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 针对美国宙斯盾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 所研制的秘密武器 随后又由于该导弹突防能力较强 可以在距海平面七宇的高度擦这浪尖飞行 而被西方视为航母杀手 尽管早期该型导弹120公里的射程 以及低空最大2.2马赫的飞行速度 已经令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反舰龙星 但在随后的升级当中 俄罗斯仍将这款武器的射程提高到了200公里 不仅如此 俄罗斯方面还表示 该型导弹的单发命中概率为80% 重达320公斤的半穿甲爆破型战斗部 一至两发就可以击沉6000吨级的驱逐舰 三至四发 可使万毒级的巡洋舰丧失战斗力 一时之间 该型导弹大小通吃的性能 另其成为了现代级驱逐舰上的博尔法宝 然而 在我国最新曝光的现代级驱逐舰杭州号上 不仅标志性的日制超音速反舰导弹 没有了踪影 包括两艇 130主炮在内的各种指控雷达天线 也均被拆除 随之而来的 是体量巨大的现代级完全可以装下我国中华神盾舰052D全套系统的消息 甚至有分析指出 当改装潜力巨大的现代级遇上先进武器云集的052D 必将使老现代一跃成为神盾现代 它通常不会改变这个全舰原有的大的设计格局 你只需要改变它那个具体的位置就可以了 包括你像现在的反舰导弹 我们要求什么 要求它抗干扰能力要强 要求它适应电磁辐射环境之下 还能够精确命中目标 不是因为它不好 是因为它已经落伍于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升级改进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全面换装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最近俄罗斯的一条消息也预示着 除了反舰之外 现代级驱逐舰在防空方面也将会实现突破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5年6月22日 俄罗斯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当俄海军11356型护卫舰的国家实验结束 其全新升级的无风1新型舰载防空导弹 将会正式装备俄海军 而在这之后 这款新型防空导弹将有可能对外出口供应 随后参与设计这款导弹的俄罗斯技术动态控股公司总经理 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印度已经表现出了对采购新型无风1系统的兴趣 主要是想在印度海军升级旧舰和建造新舰式供应 而中国今后也可能会对该型系统产生兴趣 原来我国海军曾先后从俄罗斯引进了四艘现代籍驱逐舰 分别是弦号为136 137 138和139的杭州舰 福州舰 泰州舰和宁波舰 而这些舰艇上装备的都是旧版的无风防空导弹系统 即著名的山毛举地空导弹系统的海军型号 据了解 该导弹的发射方式为单臂式发射架 与美国海军配里级护卫舰上的标准一型发射方式类似 其反应速度鉴于垂直发射和普通旋转发射架之间 可担负舰艇和编队的防空作战任务 而此次无风一防空导弹系统 则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升级 不仅使用了新版武器系统和多功能向控震雷达 还采用了垂直发射方式来发射防空导弹 这将超越旧版12秒钟的发射间隔 令导弹的发射时间控制在1.5至2秒钟之间 这无疑意味着换上垂发装置之后 该导弹的射速将从原来的基础上提升6倍 而垂发装置也令该系统能够同时对6个空中目标实时拦截 对此有分析认为 现在我国维修老旧的舰载防空导弹系统似乎意义不大 直接换装升级后的无风一防空导弹系统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看似乎防空导弹的这种换装时的现代级巨逐舰具备了重换青春的资本 但实际上我们讲当年它在风华正茂的时候 在来华途中还受到过美国无微不至的关照 究竟怎么回事呢 我们马上去看看 长期以来 俄罗斯北方造船厂附近都盘踞着美日等国的情报人员 他们想方设法地试图接近这一船厂 以期能够获取第一手信息 而这些人如此费尽心机的原因 正是因为该船厂正在为中国建造现代级驱逐舰 据了解 在我国首艘现代级驱逐舰杭州号 因波罗地海 地中海 塞德港 直至南海的接船途中 美国派出了三支大型舰队进行了接力式侦查 而当2000年12月 第二艘现代级驱逐舰福州号通过苏伊士运河 向中国方向行驶的过程中 美国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全程监控 据当时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2000年11月中旬 这艘军舰从圣比德堡造船厂起航 并于12月下旬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入阿拉伯海 预计几个星期内进入中国水域 而在这一舰艇进入印度洋海域之后 它附近不仅有美印的船只在进行监视 连当时根据反恐特别措施法 在印度洋为美国军舰提供燃料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 也不失时机地凑了过来 另据印度媒体2006年披露 在我国第三艘现代籍驱逐舰泰州号 从俄罗斯北方造船厂出发 途径印度洋的过程中 印度海军还特地派出了图142远程侦察机进行航拍 而在此期间 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日本媒体 也专程派遣特约记者尾随 你看监视我们的国家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而且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 是谁在日本上台呢 是小泉纯一郎 小泉纯一郎在东海跟中国闹得是不可开交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购买现代机驱逐舰 一方面就是应对日本的挑战 所以我们讲问题其实不在于 咱们国家的驱逐舰去到哪 而是在于日本总是对此特别关注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 日本其实也在对它自己的驱逐舰进行升级 而这一次升级的目的似乎另有所指 2015年6月14日 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 日本防卫省计划升级宙斯盾舰的导弹拦截能力 届时通过功能的追加 宙斯盾舰将具备同时拦截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 和低空飞行的反线导弹的能力 而有分析指出 日本此次之所以对宙斯盾进行升级 是因为其原本就存在着一个互为人知的缺陷 据了解 早在今年5月下旬 美国国防部就曾向外界宣布 若马公司已经获得了一份价值7000万美元的合同 为日本两艘爱荡级导弹驱逐舰升级宙斯盾作战系统 以让这款性能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导弹驱逐舰 具有同时定位跟踪飞行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 据了解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6艘宙斯盾舰 其中的4艘在初始射击时 就缺乏在搜索弹道导弹的同时 应对战斗机和反舰导弹攻击的能力 再加上美国并未允许日本在该舰上加装 能够进行对地攻击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导致日本不得不为了防止来自敌方的潜艇和攻击的打击 而为宙斯盾舰再另外配备护卫舰 而这一现状无意令宙斯盾的升级显然迫在眉睫 而在今年的6月14日 日本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称 日本防卫省正计划提高宙斯盾舰的导弹拦截能力 与此同时 宙斯盾舰还将引进与友军的宙斯盾舰和飞机共享敌方目标信息的系统 据了解 目前防卫省正在改装两艘宙斯盾舰 今后还将建造两艘宙斯盾舰 通过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 未来 同一艘宙斯盾舰上将实现同时搜索高空弹道导弹和低空反舰导弹的能力 对此有分析认为 目前日本全境防御弹道导弹的攻击需要三艘宙斯盾舰 而如果再将维修保养等因素考虑在内 目前日本的四艘宙斯盾舰体制只能是勉强应付 尽管通过升级和新舰之后 这一现状能够暂时得到改善 但新系统的升级 无疑会让日本的整个作战系统更加依赖美军的雷达和武器 出现美军不发化 日本就无法进攻的尴尬局面 那我们讲不管怎样 我们也确实看到咱们国家的现代级驱逐舰 在进行了一系列改装之后 确实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 而同时我们也发现 近些年来咱们国家的一些老牌的现代级驱逐舰 急需改装之外 一些新型的舰艇也是接二连三的进行开工 呈现了遍地开花的态势 2015年4月2日 一批大连造船厂正在建造的 中华神盾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照片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从图片中不能看出 新舰的这艘052D已经完成了船体的建造工作 对此有分析指出 这是继上海湘南造船厂批量建造052D型驱逐舰之后 又一家造船企业开工建造052D 据了解 在今年052C型导弹驱逐舰西安舰入列之后 中国海军目前已经拥有了七艘神盾舰 全面超越了日本海上自卫队成为世界第二大神盾舰队 而目前经过052B052C的探索和发展 052D型再增加了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新型舰空导弹武器系统 以及改进提高警戒探测 编队作战指挥等系统之后 将进入大批量建造和服役阶段 而前不久有外媒指出 截至2015年1月 我国海军再舰的舰船 共计21型近65艘 各型舰艇合计约30万吨 总吨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而据不完全统计 除了正在加紧建造的新型舰艇之外 我国海军上世纪90年代服役的主力战舰 目前基本都在进行现代化改装升级 据了解 引进现代籍驱逐舰时 恰逢我国海军战力侵皇过街 新一代国产计划尚未成型的过渡时期 现代籍的到来 令我国海军三大舰队 都及时有了具备 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 尽管随着后来 我国造船技术的不断成熟 以及大批新型舰艇的问世 现代籍驱逐舰 已经逐步完成了 它具有过度色彩的阶段性使用 但经过此次全新的改装升级 它必将在我国海军序列中